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前在西红柿青的时候采收的 然后在正式出售前几天 用一种名叫以稀利的人工催修剂 雨水吸湿以后 喷洒在西红柿表面 让西红柿快速变红 这种人工变红的西红柿 外表光滑漂亮红色的均匀无瑕疵 而我们这个自己餐饮里面 种植的西红柿在枝头自然成熟以后 它变红或者变成其他的成熟颜色 它表面是有瑕疵的 颜色也不均匀 我们自己种植的西红柿 变成熟以后 永远没有超市里卖那么漂亮那么美 所以这个专业农民 为什么要事先提前采收 然后再人工催修 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成熟以后的西红柿 它的保存期非常短 一般就是最多最多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时间 成熟以后的西红柿 无论我们是放在这个藏门下面 或者放在室外比较凉爽的地方 甚至放在冰箱 这个五度左右的冷藏室里面 这个保存的话 最多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都会开始大面积的亏难 挡不住 第二个原因呢 你们看啊 这些都是自然成熟的西红柿 它一般的表面上呢 就比较粗糙 而且颜色也不均匀啊 而且也比较重 所以说没有卖相 很难赚钱 而我们自己种的西红柿啊 如果有大量的这个成熟的西红柿 短时间内有无法吃掉的话呢 比方说2023年呢 我们就有约40%的这个成熟的西红柿呢 因为烂掉了 就扔掉了吧 太可惜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啊 2023年9月份呢 我们做了个大胆的尝试啊 把一部分这个新鲜的这个成熟的西红柿呢 挑出来呢 我们把它这个放到保鲜袋里面 然后呢 放到这个零下18度的西红柿里面 是用速冻啊 这种方法是前属未有的 今天是2024年的1月8号 已经过去四个月时间了 我们今天呢 第一次检验 看看这个冷冻的西红柿 到底能不能够吃呢 首先啊 一定要用这个低于20度的常温水清洗表面啊 千万不能温度高了 切开看看断面这个形状怎么样啊 里面这个结构似乎是完好无损了 这是好兆头 切这种冰冻的西红柿的力度啊 有点像这个切香肠的感觉 所以说还是很顺利很方便的 没多大问题 今天呢 我们就做一个最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呢 来检验一下啊 看看到底能不能吃 很迫切啊 想知道结果啊 当然了 这个具体制作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过程 没必要讲了 因为这是太普通一个菜了 你们可能会问呢 为什么不制作成这个西红柿酱来长期保存保鲜呢 这种方法在当地心里面是普遍采用的呢 是的啊 在两年之前呢 我们制作过很多新鲜的西红柿酱 而且呢 在五十四季视频里面啊 我们还把这个详细的过程呢 向大家做了介绍 但是啊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 这些西红柿酱呢 还有很多根本没有吃完 因为我们都习惯吃新鲜的西红柿了 吃酱的不习惯 所以啊 现在我们根本就不敢再制作西红柿酱了 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 超市里所卖的西红柿啊 现在都是经过这个人工催俗剂啊 这个以西地啊 催俗以后的这个变红的 非常鲜光漂亮的西红柿 那么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这种西红柿啊 虽然外表很漂亮好看呢 吃起来的话呢 永远多一股那种淡淡的酸味啊 而我们自己种的西红柿 如果是在这上面自然成熟以后呢 它有一种淡淡的甜味 大家知不知道啊 现代农业在这个西红柿方面啊 采用了很多种高科技的生物技术啊 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以后再聊吧 所以说这种西红柿 虽然成本很低很便宜啊 但它营养成分呢 是不有机 而且是非常有缺陷的 大家特别小心 我们把成熟的西红柿 放到零下18度的血液里面 长期冰冻 这种方法如果成功的话 可以把成熟的西红柿的保鲜漆 从一个月延长到六个月以上时间 意义很重大 好啊 这种冰冻的西红柿炒鸡蛋做好了 那么到底能不能吃啊 味道怎么样呢 太舒服一料了 不但能吃 而且好吃 而且比原来这种新鲜的西红柿更好吃 更甜一些 更香一些 简直太舒服一料了 开心死了 我们这种方法成功了啊 这一大碗西红柿啊 我一个人啊 分两餐全部吃掉了 别人都不要碰 太喜欢吃了 想一想 2023年 我们有差不多40%的这个 成熟西红柿啊 因为无法长期保鲜呢 扔掉烂掉了 我们今年呢 将大量产生这种冷冻这个保鲜法 给西红柿保鲜保存 这样的话呢 可以使我们长期吃到这个新鲜的西红柿 还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消炎 我们太开心了 谢谢大家收看啊 欢迎大家多订阅点赞 咱们下集继续聊